大家好,今天天音音最適合就是在家拍片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有看到片頭都知道我今天想跟大家說的就是Bobbi Brown的化妝產品 其實最初我就想說這個氣墊粉餅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Cushion Compact都非常大熱 本來都沒有打算買Bobbi Brown的,因為覺得包裝實在很悶 但是有很多美女都有推介,所以我都入了手 今天本來想跟大家簡單做一個first impression的分享 但是心想,反正都要化妝了 不如就拿了所有我自己擁有的Bobbi Brown的產品出來 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對這個品牌有什麼觀感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想知道這個粉底我今天用的時候 第一感覺是如何? 又或者我用其他Bobbi Brown的產品有哪些我推介 覺得值得大家去試的呢? 那馬上去片 那我自己就沒有買過Bobbi Brown的Pimer 我知道他們都新出了好幾隻的 那如果有美女們試過的呢 不妨在comment box留言告訴我 值不值得試 但是即使沒有他們的Pimer也好 那或者可能有些美女都說 其實我都不習慣做打底的 那但是我都想勸喻大家一句 無論你是什麼膚質的皮膚都好 那其實怎樣化妝 之前有一個美的底子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所以我都建議 即使你不塗一些妝前打底箱啊 或者是一些Base 那我都建議大家先做了Mosalizing 即是護膚的程序 那我今天有一個想和大家推介 因為我一直都用了多久 就是這個Bobbi Brown的 叫做Extra Repair Moisture Cream 那對於乾性肌膚的朋友 就非常之適合的 那而且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很... 怎麼說呢? 它是很草本的感覺 不是似得有些品牌 是一陣香水味 那所以我就覺得幾舒服 那我自己都用了大半瓣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現在呢 在上妝前呢 就先再塗一層啦 跟著呢 就到這個 今天的主角出場 就是他們的新出的 氣剪粉底 全名就叫做 Skin Foundation Cushion Compact 那買的時候呢 尤其是第一次買 就需要買他們的盒子 另外也要買他們的粉芯 那粉芯就300元 然後他們的粉餅盒呢 就是粉餅盒 那就是130元 所以total加起來 大家都懂得加啦 430大元 那我用的 我選的這隻顏色呢 就叫做Extra Light 那就是相對地比較淺 和帶Pink Tone 那他們呢 首先我開了個粉盒 給你們看 那都是一個很典型 Bobby Brown的一種包裝 黑色跟著白色 就是印了他們的白色字的logo 那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有一個 已經有個蓋在了 有個鏡子 那樣 那然後呢 你就要拆開粉芯 拆出來 那個盒子 就是看到有一個粉芯 那另外就有一個 就是氣剪粉底 一定會專用的一個粉托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塞進這個粉盒裡 OK 就大力地拆下去 OK 聽到啪一聲 那然後呢 就已經是搞定了 那大家可以呢 跟我一起去拆開它們 揭曉的時候 剪彩啦 那它呢 一開之後 其實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整個cushion 都仍是 在中間是有一個粉底 但是整個cushion 都仍是乾淨的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粉托 輕輕地去印它的產品出來 那你看到 印一下印一下就會多些 用這些氣剪粉底 就不是 這個粉托就不是抹的 其實大部分的粉底 我都不贊成大家抹的 因為會扯到毛孔 和皮膚 就會令到加速露化 和令到毛孔粗大 而且這個輕印的方式 亦都是幫助到大家 將那些粉底液 令到它更加去貼服 和可以和皮膚的表面 融合得比較自然一些 那現在呢 我通常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 鼻液的位置 因為我鼻液的毛孔 是非常粗大的 其他地方都還騙得下人 那我看到它的顏色都很像我本身自己的膚色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在塗這一邊 那它的妝感都很透薄的 那 那 那個 Sales姐姐就說 她相對地 是比較輕爽的 那也都不會說 立刺刺 看到它的遮瑕力 其實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 我的 怎麼說呢 你看到一些紅印 或者兩邊鼻那些 稍稍紅的地方 輕輕印多幾印 其實它都遮到七八成 那以氣墊粉底來說呢 這個遮瑕度確實是不差的 我可以夠膽說 這隻粉底是我 用過這麼多隻 Bobbi Brown的粉底裡面 顏色最 貼近我 自然膚色的 不過呢 買的時候是非常之有趣 她問我 你想要自然一點 還是要白一點 然後我就看著她 我說 白一點 她就給了我一個 light 手背 然後就發覺 好像比我的手 然後就給了這隻 Extra Light 她就說 Extra Light 就會很白的 這樣 然後就試了上我手背 就發覺 已經適合色 但是 provided that 其實我手背 大家可以看到 是比我的臉 所以 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大家 可不可以妄討一下 你的顧客的皮膚顏色 才說究竟白不白呢 Anyway 先說回來 差點忘記了 這隻粉底 是有50度的防曬 亦都有PA3個加 好 拉近一點 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妝感 我自己呢 挺滿意的 不知道大家有怎麼看呢 如果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就 輕輕地 大家看到 印了粉撲 然後 掛著和你們聊天 就不斷地用這個粉撲 一些淨了的粉底 不斷在那裡印下印下 基本上都沒有再拿Extra粉底液 來上妝 但是呢 發覺呢 真的越印得久 整個妝就越來越貼服 另外 大家可以從這個鏡頭 可以看到 我自己呢 也都在鏡頭看著 都覺得整個妝是很自然 很貼服 而且是有一個光澤感 在那裡印上去 臉上呢 我都會覺得 它有一點點 cooling effect 所以其實呢 夏天那麼綠次次的時候 你去上妝呢 有這種感覺 其實都 挺舒服 挺爽 就不會覺得 好像 完全感覺到自己在搭 做批檔 那樣 它就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是挺清爽的 那 so far 我自己就覺得挺滿意的 那 現在我們就嘗試去 繼續用Bobbi Brown的產品 去化買其他的妝容 那Bobbi Brown呢 就一直都是推崇 大家是先用corrector的顏色 來遮了 就是來去 抵消了你本身的黑眼圈的顏色 然後呢 再用一隻 平時你接近你膚色的遮瑕液 來做遮瑕的 首先我用的呢 就是light peach 那一向都是我用開的一個顏色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是這樣的 那我就輕輕 在我 省圈的位置 加一點 然後我就會用我的無名指 輕輕印開它 那另外這一邊 那另外呢 我就用5號腥 來補回那個位置 但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我是買錯了色的 因為 因為好像 都是比我原本的顏色是 偏 黃 那所以呢 就輕輕印開它好了 那這一隻遮瑕膏 就一定要定妝的 那那 因為我自己就 沒有Bobbi Brown的碎粉 也都沒有他們的 即乾粉餅 那所以我今天就用回我自己平時用黑的 就是Laura Mercier 那就輕輕呢 拿一點點粉 那就是做一個簡單的定妝 接著我們就 教個快鏡 開始畫眉了 因為我本身自己覺得我畫眉又不是特別厲害的 那 所以就免得讓你們畫我 那我們就 簡單單單 化一個大地色 那首先呢 就是和大家看一看這一隻 當然是Bobbi Brown她的 那就是他們的一個叫做 Long Wear Cream Shadow Stick 那其實這些 這樣子的 creme狀的 我們叫做 crayon 或者眼影筆 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是 他們是 方便攜帶 而且是容易上手的 那即使是新手去化妝呢 都很容易搞得到 在我這個 眼皮位置 加點顏色 然後呢 又是繼續 用我無名指 輕輕印開它 那來到這裡 其實可以說 已經完成了一個簡單的眼妝 不過我自己本身 都有用了這個產品好幾次 那我發覺其實同類型的產品 我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 可能我的眼油比較多 還有我的雙眼皮相對地是比較深的 大家可以看到 整塊眼皮都摺了幾多進去 那所以呢 譬如早上妝 去到下午 十二點來一點 已經可以織線 那看上去整條痕 是很肉酸的 那所以我自己呢 通常用這些 這些叫做 shadow stick 的時候呢 都是用來做打底居多 那因為它本身 有這個creamy 一點的質地 就可以令到 之後 後續的眼影粉 可以黏在你的眼皮上 可以持久一點 那所以我自己 就喜歡用這些產品來做打底的 那現在呢 我就會嘗試用這隻眼影盆的眼影粉來畫我的眼妝 首先呢 我就會用這隻顏色來上曬在整個眼窩的位置 然後呢 我就會用這隻金色來放在我眼頭的位置 然後呢 我就會用我的無名指 因為通常呢 這些珠光粉呢 用你的手指的小小溫熱來去呢 用你的手指的小小溫熱來去呢 其實是會最舒服的 那我就貪心 兩隻顏色我都想要 那輕輕呢 就放在我的眼珠對上 即是瞳孔對上的位置 輕輕輕輕的這樣印上去 那這一隻粉呢 我自己就覺得 它比較乾身一點 就沒有 TOM FOG那隻那麼 那麼 CREAMY的 因為TOM FOG那隻 真的可以很簡單 就可以 很Long Lasting 還有 黏在眼皮上 這個呢 你真的需要用手上了 因為它呢 真的需要一些熱力 來去把整件事 是可以 擺得塞正一點的 最後呢 我就用這一隻最深 深啡色 它這一隻就不是黑色來的 就是一隻深啡色呢 輕輕放在我們眼尾的位置 現在呢 我就會用它的這隻 盤上膏的唇膏 來去畫我的唇 我會用的就是 這個顏色 它們的唇膏呢 都是 出了名 是很 都算滋潤的 還有就 沒有什麼香味 那有些人呢 很怕那一股香味的嘛 那它就不會有那種味 那接著呢 我就會再加多一點這一隻 那帶一點點閃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那就是 當是一個 唇膏 放在中間 整個妝來到這裡呢 其實都八百九九的了 大家是不是都覺得 差一點點東西呢 沒錯啦 是不是應該要化一點點胭脂 加一點highlight呢 那這個產品呢 我自己就很喜歡 都是我很喜歡 拿來打highlight的一個 產品來的 就是他們的 shimmer break 那我這個也是 特別版來的 那凡親特別版 大家都看到了 就會有這個logo 會做什麼呢 就是我會在這幾條 這樣這樣 然後就 在我的面珠燈位 來去 上我的胭脂 然後我就會用 一些類似這些 叫做 鮮型的掃 那我就會拿 最淺色的這兩件 拿來打highlight 那現在整個妝呢 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逛街街 然後晚上回來 看一下 最緊要就是 這一隻 Cushion Compact的粉底 究竟它的持久度 貼妝度的效果如何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想知道的話 記得不要走開 我回來了 那麼 出了街大概有 六個小時左右 我想 那首先就 化完美妝之後呢 就去跟家人喝茶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侄女畫的畫給我 他們偶爾就會畫一些畫 做一些小手工送給我 然後去了 逛逛街 陪那些侄女們放一下電 但很快就 我自己被人放了電 於是 就跟我老公 蹦蹦蹦躲去 咖啡店裡喝咖啡 就任由我的親戚朋友自己玩 之後我就逛街 看戲吃飯 然後回來 都大概六七個小時左右 那我就忍住手不保妝的 就想特意回來 給大家看一下 隔了六個小時之後 究竟現在我的妝會變成怎樣 那現在我們馬上 測試 其實整個過程呢 我就 基本上 只是補了唇膏 就完全沒有補粉的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我鼻翼兩邊的位置 就開始有少少脫妝 那 就 見到一些粉 其他的就脫脫的 然後有一些就沉在我的毛孔裡面 那這個都是正常現象來的 因為我本身自己兩邊鼻翼位置 都 毛孔比較粗 因為經常都鼻敏感 諸如此類 嘴唇 和下巴的位置 基本上已經沒有粉底 那這個是我特意的 因為我自己就 一定吃完東西 抹嘴 抹完嘴之後 我順便就會 抹一些粉底 因為我不想那些 食物的殘餘的油 粒粒的東西 就留在我的皮膚上高 連一些粉底混在一起 我覺得很肉酸 那 那麼多個小時底下 就忍手不去補妝的 為什麼呢 就是想在你們面前做一個簡單的補妝 那現在我們就嘗試用它來補補妝 那我就 通常補妝都會先用一塊紙巾 輕輕印走一些面上膏的油份 還有 也都清一點點髒東西 雖然清不完 那我就繼續用回去這個粉撲 然後呢 然後呢 補回剛才脫了的妝 為什麼輕輕輕輕地印呢 那出來補妝的效果都頗不錯 不會覺得一塊塊 或者覺得很明顯地 這樣就是 就是 再蓋了一層 或者 吻了一層灰 這樣上去的感覺 那都是很快 這樣跟原本的粉底都可以 融回 就是 合在一起 這樣 都幾自然 所以我只覺得 都幾滿意 雖然今天我只是第一天用它 但我對它的印象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剛才大家都看到 整個妝感很漂亮 我覺得是很自然 不會覺得好像很厚粉 而且給到皮膚適當的光澤感 但是又不會覺得好像很入垃 那樣 那另外第二樣呢 就是它的遮瑕度 那我初時呢 就想著它都是比較 就是有一些類似其他品牌的 一些的 Cushion 妝 那樣的 它的遮瑕度都是偏低的 但是我覺得它是OK的 如果你慢慢 譬如印多兩印 其實它是可以 build up 這個遮瑕度 但是又不會 看上去 都是那句 又不會覺得好像很後妝 那樣 那另外就是 Lasting Power 我本身對於 這一種 氣剪型的粉底的 持久度 一向都不會說很高要求的 但是這一隻粉底 確實是可以 真的都 企硬到五個鐘左右左右 那所以 我覺得 是幾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這幾天 真是很黏 那個天氣 都很 就是我自己都經常出汗 那所以 它只是少少在我鼻液兩邊的位置浮粉 我覺得是 其實算是幾不錯的一個表現來的 那還有就是 我一直在過去的六個鐘 一直在調查 每一次 我都會想起另一隻粉底的 講的都是同樣 Bobbi Brown的這一隻 Intensive Skin Serum Foundation 如果你們有看我頻道的影片的話 應該有印象 我有拍過review片來去評價的 而且我對他們的comments都是幾正面的 不過有到不好 就是它去到夏天 就真的太過滋潤了 所以我在夏天就很少用它 而當它出現了之後 我就覺得 幾乎可以說 這是一個精華液的粉底 它呢 可以說是她的弟弟 不過是一個清爽版 和一個 怎麼說呢 夏天版 而事實上 也都因為這樣 我回到家裡 除了照鏡之外 我做的第二樣東西就是 找回他們的包裝盒出來 然後對下他們的成份 其實你們不一定要保持著盒子 不過我自己貪方便 因為你們Google search 都可以找到他們的成份 那他們兩樣都是以水為做底的粉底液 另一方面就是 他們可能頭三四個的成份 都有一點點分別 但去到第五行打後的成份 幾乎80%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支Serum Foundation裡 一些好東西 它都有的 譬如說沒有酒精 譬如說它會有蘋果西瓜 等等的水果碎取物 所以如果你們自己是真的喜歡 這一隻的話 你應該都會喜歡這一隻 另外一句題外話 其實我本身最近都買了很多 這些氣剪型粉底 譬如有Dior的這一隻 譬如有雪花獸 我買齊了他們兩隻的compact 還有Laneige Laneige是我第一隻 曾經試用的氣剪型粉底 這一隻 平價版 叫Apple Skin 還有一個 不應該買的都買了 當時還沒發生事 Anyway 如果你們想知道 我對於這些氣剪粉底的想法 你們記得訂閱我這條頻道 因為很快就會有影片看 接著說到Bobbi Brown 他本身是一個makeup artist 他很熱愛自己的工作 一手一腳創立了 以自己為名的一個化妝家護膚的美妝品牌 大概 我不是很肯定是多久之前 就是被Estee Lauder這個集團收購了 但是本身這個集團 都是給很大的自主度 給Bobbi Brown 去經營他自己的 對於beauty這個理念 那Bobbi Brown他自己的理念 或者他對於beauty的理念是什麼 其實你揭去一兩本美妝書 或者看他的YouTube就知道了 他做的化妝品 很多時候都是怎樣去彰顯你內在美 去提升 更加形異上 讓人人都看到 但是那個漂亮的你依然是你來的 我不是要做另一個面具 安放在你的臉上 我只是把你臉上的特徵去突出 我本身要推介的 當然會 剛才也是這樣露一露面的 就是他們這一支 Serum Foundation 其實Bobbi Brown很多粉底都很好用的 但是我真的對於他們的顏色選擇 是忘無頭緒 就是選不下手的 自從他出現了 甚至乎我今天試的這一支 Cushion 我覺得他也有少許轉變 大家如果有我差不多的膚色 我如果MAC的話用NC15或者NC20 那你們就可以試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開始轉變了 那他有些粉底的基調 相對地會帶少許粉紅色的 那就沒有那麼黃 而他們的質感其實真的挺舒服 我自己覺得挺親膚 另一個我會推介的就是 就是他們的這個 叫做 Shimmer Brick 那價錢是貴了少許的 那實物服你會覺得 哇 外面都有很多類似的東西 但是他自己 他本身是挺Innovative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為什麼你會見到外面這麼多人 都有類似的妝品 就是因為 很多都是仿效Bobbi Brown的這支產品 而出現的 但是我自己為什麼會 雖然他賣得貴 我都依然會推介給大家 就是因為其實他本身 你看起來好像是胭脂 其實是可以多用途的 譬如你把一個掃 混在一起去化 它是胭脂 那如果你只是用這兩件 比較淺色的 它可以做highlight 就是一個高光 如果你用中間這一隻 可能你可以做少少shading 當然不可以太嚴重 再有就是你可以把這些這樣 每一件去化一個眼妝都還可以 另外其實他們的眼影粉也是挺不錯的 我本身自己手上 剛才我就用了這一盒來示範 另外我還有這一盒 我自己就相對比較喜歡買他們的特別版 因為你知道我也有儲開限量版的鋪心印 你也可以看到他們的用色 就像剛才所說的concept一樣 都是很容易carry的 譬如這隻是一個大地色 他們的粉質 我自己就覺得都是很誘惑的 但它是不是最顯色的那個眼影呢 又不是 為什麼呢 其實應該都是基於它的美妝信念 因為每一件都是輕輕的透露你內在的美妝 所以它這件事都不會很誇張的 每一件事都來得非常之自然 用慣美國其他的化妝品牌 比如你用慣MED 用慣Urban Decay 用慣Stella 你第一次會不會很習慣的 你覺得為什麼這些顏色好像水彩色 其實不是 它都是有顏色的 不過它是故意讓你不要白一聲 就嚇死你很重受 如果你喜歡湯圍那種妝呢 那Bobbi Brown這些化妝品就很適合你了 另外因為Bobbi Brown本身是一個化妝大師 所以很多化妝的小秘技 他都不會很論識的 一定會是跟大家分享的 而我自己從他身上學到的 就是遮瑕 那也都是在大家 都還沒流行什麼 叫做Color Correct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把這個專業化妝的一個技術 引入了在它們的Product Line裡面 所以很多時候 你買它們的遮瑕產品 它才會叫你買一個Corrector 叫做一個修正的一個產品 然後再買一個遮瑕 很多之後不同的品牌 去增傷去模仿的一個小秘技 它們的產品 那你問我就不算是Gimmick 確實做到 所以大家如果你可以在它們的專門店裡 叫它們給一些提議你們 怎樣可以做修正 怎樣可以拿來做遮瑕 那另外兩個產品我要特別推介 如果不是就對不起我自己的 第一樣 就是剛才一片頭 我都有用到的 就是它們的Skin Care系列 那其實它們的護膚品 你可以看它們的成份 都是很有誠意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用的 就是這個Extra Repair Moisture Cream 是非常之水潤 少少滋潤 但是不會太黏 那所以呢 夏天用都非常之適合的 那另外再最後那個呢 大家應該見完之後 就是它 沒錯 就是它們的落妝油 那是沒有礦物油成份 那只需要大概兩泡 就可以用勻整塊臉 那如果你本身有些很超級防水的眼妝的話 加多一泡 就已經可以整個妝是 就是 錄得乾乾淨淨 那所以 都是我會推介給大家 試用的一個 Bobbi Brown產品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那如果你們還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的話 不妨在留言 那還有就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知道 我對於這些Cushion Compact的 一些用後感的話 也都記住 就是留言我這個Channel 那最好就是Subscribe 那一定不會 Miss任何的新Videos 那最後多謝大家繼續收看 那也都下次再見 拜拜